罗督察 这次出任务 我们确实存在失误 但是做我们基层工作的 出任务难免会碰到 各种困难和麻烦 你们作为督察者 在监督我们的同时 是不是要理解我们 如果每次下来 不是处分就是赔偿 以后我的队伍怎么待 我的队员再出任务 碰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是上还是不上 如果因为他们没有上 造成了大众的经济损失 那最后是不是 还要追究我们责任 来了就是一起解决问题的 不是每天 听你在这儿上课的 你懂吗 林露霄 注意你的态度 我来就是帮你们解决问题的 老老大 其实呢 我们也已经商量过了 一会儿呢 就去登门道歉 把该赔偿的 一定都落实到位 是 不用了 情况支队已经了解过了 这次的事情 也不光是我们的责任 那个罪汉也有问题 具体我们会和当事人 还有物业协调 林站长 我说了这么多 是希望你知道 该我们做的我们会做好 但你身为站长 所作所为到底合不合格 我不想评价 我合不合格的问题 你可以跟上级汇报 你在我站里说这话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们站出了 很大的问题 你身为站长 遇到问题 别总想着互独自 你们站上那两个新人 刚来了没多久 已经是第二次犯错了吧 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 要加强管理 别再出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